随着近日疫情攀升,为了避免民众聚集,领口区公所12号起暂停协助申办众所税的服务。 一楼大厅的人有提供收件的服务,欢迎民众多加利用,并呼吁民众尽可能使用手机、平板或电脑进行网络报税,利用多元方式缴税,降低群聚感染风险。 5月又到了报税的日子,领口区公所每年都会在公所4楼协助税捐单位服务民众办理报税业务,但随着近日疫情攀升,未避免民众聚集,公所12日起暂停协助申办众所税服务。 昨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布二级的强化防疫措施,那我们收到通知以后,立刻马上左手执行,将自助报税的服务,把它占缓掉。 秘书室主任刘志荣表示,上班日每天上午9点到12点,下午1点到4点,在公所一楼大厅仍有提供众所税收件服务, 华为民众多加利用。 早上的9点到中午12点,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,1点到下午的4点再接续服务,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,其他时间是立假日还有休假日是不收件的,请各位乡亲多加利用。 财政部表示,未免民众在短时间内前往国税局申报,决定延长纵索税申报期一个月,所载申报缴纳期限将自动转延至6月30日,并呼吁民众尽可能使用手机平板或电脑进行网络报税,并利用多元方式缴税将低群聚感染风险。 记者呼吁宣灵口采访报道。